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美国移民和留学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移民和留学经常在一起讲到 也有一些申请人问到我们说 我现在正在美国留学,我能不能提交绿卡的申请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一些人,尤其是身在国内的 他办理美国绿卡移民,也都是为了孩子考虑 那么孩子已经或者将要到美国留学 有的人也会问到,我这个先后如何安排 会不会影响到签证 我们在这里几方面来逐一的讨论一下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美国留学,拿F签证 然后你认为说我自己符合专业人才的条件 可以办EBYA或者NIW 或者有雇主支持办Perm 或者我可以办投资移民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当前的F1学生身份 会不会影响我回中国签证 F1OPT的申请和OPT延期 简单来说,一般说都不会 具体分析,尤其是如果你在美国境内 我们看到的很多例子和我们的亲身经历都是这样的 你提交了140申请 或者有人为你提交130申请 或者你提交了I526申请 这些可以不影响你的F1学生身份 也不影响你毕业以后办OPT,办OPT延期 如果说我要出境了再办新的签证 会不会有风险呢? 首先呢,现在F签证很多时候都至少五年有效 所以呢,你可能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吧,你还可以用护照上面的没有过期的签证入境美国 即使你已经提交了职业移民的140申请 或者亲属移民130申请 应该没有关系 那这个如果要办新的签证呢 我们看到很多情况下 如果你提供合理的解释 说明有相应的证据 也可以不影响你拿到新的F1签证 那么具体的怎样准备 根据你的背景情况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你来相应准备申请 我自己是在PhD毕业以前提交的NIW申请 然后取得批准 后来拿到绿卡的 那个时候呢,排期时间还比较短 这个呢,也并没有影响我用F1OPT做后来的工作 除了这个以外呢 第二,有的人说 现在人在中国 我小孩子已经在美国留学 或者将要到美国留学办签证 那我现在办的这个绿卡申请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签证身份 或者取得新签证啊 一般也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主申请人 对吧 那么比如说你办的140申请 或者526申请 这个是个人的啊 那不算是你的家属 孩子的移民倾向 我们看到有不止一个例子啊 有的人比如说 他自己还在中国等排期 孩子呢 相应的申请F1签证 说要到美国来读高中 读大学啊 那么孩子只要解释清楚 说呢 我当前主要的目的 想法是要到美国完成学业 像这样呢 一般来说 可以不受影响 可以拿到F1签证 那如果孩子已经在美国上学呢 那就更简单了 移民签证办好了 然后你作为主申请人入境美国 孩子呢 可以在美国境内提交S85 不是一定要回中国签证 当然也有的人叫孩子回来 和主申请人一起签证 这个呢 存在有的问题是 有的时候签证会被check 可能有个背景调查一两个月 那如果孩子要着急 回到美国完成学业 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Follow to Joy呢 我们在美国攻略 有我们的专栏文章 也有详细的说明 那现在呢 我们知道绿卡申请有排期 有的人还有拖延症 一来二去呢 有的时候 等的时间会比较长 一切都要准备好了 然后带孩子留学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些留学的窗口 是吧 比如我们听说 有的时候你如果在美国上比较好的中学 僵硬的呢 也可以上更好的大学 毕业以后再找工作也更容易 那或者如果反过来 你说孩子一直在中国读中学 读大学和你一起到美国来 这个时候呢 他虽然有美国身份 但是如果此前没有在美国的教育经历 那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不是说找不到工作 但是可能本来他能够找到更好的 更理想的工作 那这样呢 就受到限制 对吧 如果说移民和留学 这是一个平行的事情 并不是互斥的 可以同步办理 如果个人现在背景还不够 还不完善 还在准备过程中 是吧 你觉得我可能要过一两年 两三年才能提交绿卡申请 那你也可以先送孩子到美国留学 这样呢 就可以不用耽误 是吧 那好多人呢 年轻人 对吧 当然要考虑到的是事业发展 很多中年人 比如说他办理美国身份 一个重要原因呢 也是为了孩子将来在美国的发展 那因为很多人办移民 是为了关注 考虑到留学的这个目的 所以呢 我们也帮助客户 解答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名字就叫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那当然这也有各种原因 在上面也有我们的很多 除了移民 也有在美国留学啊 事业发展啊 就业啊 这些方面的例子 包括高中和大学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美国移民和留学的关系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